嗨 各位 你們好 我是Sua 今天我們在澳洲的雪梨和各位聊聊天 在我身邊有兩位英俊 一位是Eric Eric 一向都跟我們聯派有幫手 也在這裡讀書 另外一個是Jacky 是在這裡讀大學的 今天很開心邀請兩位年輕人來 和我們聊聊澳洲的學習生活 我們這一節主要是講澳洲的一些大學 或者是專上學院的生活 不如我們首先請Eric介紹自己 大家好 我是Eric 我來澳洲五、六年 當初一般人們都是 先讀完書然後留在這裡 你最初來澳洲的時候多少歲 二十多歲 你在這裡讀什麼呢? 那時候讀比較快 就是酒店典禮 對 酒店典禮 各位網友你也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在雪梨 其實兩位年輕人已經非常好 他們日常很多時候都是用英文來講的 今天尤其是Jacky 他來了澳洲十幾二十年 所以一定會有些英文 各位一定會知道 他能夠用中文跟我們講話 已經是很難得的 我們跟Jacky聊天 Jacky 你好 你好 你的中文很OK嗎? 我可以說中文嗎? 對 很厲害 你很厲害 很久了 很久了 Jacky 你說一下你現在讀什麼 我現在在UNSW 我現在在UNSW 我想問你UNSW在什麼 UNSW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對 我們可以說 這裡也有時候叫做 紐修威大學 即是紐省的一間大學 你讀是SW OK 我想問你現在幾年 第三年 第三年 你平時的學習心目是怎樣的? 平時的學習心目是怎樣的? 平時的學習心目是 都是做個研究計劃 不是經常都可以學習 但我最想是經常都可以學習 為甚麼你不可以經常學習 因為我處理得遠 經常都要遲半小時 或者二十分鐘 對 對 那你大部分的出席率 即是 那個attended percentage 是多少? 出席率 多了80% 夠了 夠了 如果不夠 就在UNSW 是 不如我想問問你 因為我最近都是讀 很大的研究班 你的所謂UNSW 是怎樣的? 不如介紹給我們 全世界的朋友 UNSW 就是錄音 錄音 錄音 只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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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音 有聲音 我問別人拿一些 例子 例子 有時間 就聽一下 對話的例子 看看會否自己結合 如果不可以 就有些同學 或者有些書籍 幫我 其實就是 你買一個同學 不能上去 上去 可以是 online的聽話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兒子 那時候讀教 有時候他不是 online 我就要買一個CD 來聽 幾元一隻 你們是否認識 我CD 我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我不是online 沒有人 是 我只是朋友 甚至有一個forum 你要contribute 一些 有一個forum 他會看回你的用者 有多少contribute 讓你評分 OK 他的意思 就是 萬一我沒有上課 我就要上課 我就要聽回音帶 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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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聽回音帶 這個 其實 我又想去問一下 萬一我不想課 住高 我不想睡覺 你讀教 其實你不想 一個人都自己 因為不需要 不需要 但你的tutorial 一定要因為 你不夠80% 他就會失敗 對 其實你tutorial 我們現在說讀修課 一定會上課 或者上80% 對 最少80% 但是你tutorial 其實真的 如果是不懶 或者聰明到大燈 所以完全不想 然後就上課 也行 我好像覺得很會兒子 這樣 其實我也不上課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Tutorial 學到的東西多 還是普通的大課 課程的時候 學到的東西多 我都要看看 老師 對 有時候我去的課程 他會 10%的 所以有一次課程 因為那個課程 真的很窄 太久了 很悶 還有他 放一些 課程 他就讀出來 我就在家裡自己讀 也可以 對 就是那些環燈片就這樣照讀 對 照讀 他真的教我 有這些課程的時候 可以 就是只有10% 所以我回到那個時候 就比較多 明白 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也有很多這樣的考慮 ERRY又講一下 你自己的學習經驗 你當時在這裏 我有一些不一樣的 我讀那些 就是專常學院的那些 我們就會多了 有一個術科 就 我送Party 就是你那時候 我讀 就有一個部份 要進廚房做東西 是 我之前是在Kitchen上課 就要去學整 他會 給個Menu來 然後就說 有些東西 例如 弄一些達報 因為 術科那邊 我們是搜 Painstreet 是 其實ERRY 就是在這裏 我們叫TAFE TAFE 工藝學院裏 讀一些專業的課程 例如 讀酒店本領 但是 Jacky 她是在這裏讀大學的 Jacky 我想問一下你 你自己有沒有駕車上課 有時 有時駕車 爸爸有沒有買輛車給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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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這樣問 其實這裏的大學生 有個很獨特的地方 跟香港 我想跟外國有相似 跟香港有很多小朋友 或者大學生 都是需要駕車的 你說一下 你的同學駕車的情侶 或者你自己 多不多 你的同學駕車回學 都會 40% 40% 駕車還是不駕 40%駕駛 那駕駛了 駕駛了回學校 有沒有地方駕駛 有 不過 有個 2個小時 經常都要 駕駛車再駕駛 除非你真的 很早回到學校 很久 好 好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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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可不可以買一個全年的泊車證 然後就可以整天泊在那裡 都可以,不過都好像比較貴 很貴,因為我知道你這間泊車 NSWU都很近市區 所以泊車的泊車問題是很嚴重 而且是很貴 我有一個朋友也被人泊過80元 80元,我知道 但我可以泊過300元,我自己最大 所以你平時泊車是怎樣泊車? 都是轉兩個巴士 轉兩次巴士 你這樣回學校用多少時間? Pick out就是兩個小時 我應該最忙的時間是兩個小時 最快的時間是一個小時 其實我都很花時間 我去大門書,去巴士和巴士 沒錯,Eric呢 你自己的交通有沒有問題? 當時回學的時候 我沒有一點點 因為那位學校在市區總大 和我煮一顆大煉 當時坐一程巴士就很害怕 是的 有問題 好,Jacky想問一下你 日常呢 除了我來上學 我知道這裏的地道 即是本區 即是在澳洲生活的 不是華人 他們都會做 兼職兼職的 你有沒有做這些? 是的 你在做什麼? 我做了教網球 聽到聲音 教什麼? 教網球 教網球 原來你平時教網球 很聰明 你學了多少年網球? 也有十年 也有十年 好聰明 你可不可以這樣? 我知道你十年前 你應該在讀中學 甚至是學校 那你是課語的時候 就是打網球 是的 還有補習 還有補習 爸爸的目逼你補得很厲害 我不是 不是我 過了若干年 你現在就學有所成 所以你就是用網球 來找自己的兼職 我想問一下 你網球有多少錢? 你教人網球 你新的一千個小時? 不是 我修的是 我幫了老闆上班 就是他在這個 club 他聘請我去教 他聘請我 開手是一二十元 現在教人 也不是多 他修成很多 要修成很多 那他又要賣場 對 沒錯 那不如Jacky 你說一下 我們你認識的同學 除了是日常生活 因為我們有教育的大學生 我自己認識的 五年之零 多數我兩個子女 都有課語兼職 他們是需要賺錢 來供自己 或者讀書 或者養車 或者是生活 那Jacky 你自己的同學 是課語兼職嗎? 多數做什麼? 都是補習 或者送外賣 送外賣 送外賣都有 你會不會覺得 這些證書 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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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補習 三個小時 不是說高級 不是說高級 就是 例如送外賣 錢人不是太高 但你會不會覺得 華人有時候 可能會覺得 哇 你做這些好像不太高級 你又有什麼 我有一些 就是 國際的朋友 他們是 他們是 即是外賣 國際的 他們是 唯有反共 他買衣服 買衣服 很可憐 他不做 要有另一個 做 他不能收到 我想問 你會不會在思想上 做這些事情 好像不是這麼好 我們華人在唐人時覺得這些工作比較是 我又不想用低字這個字 但他們都覺得不太公常 你有什麼看法呢? 對於這種觀點 那我覺得真的不是很好的 少錢 少錢是呀 我意思是 這種工作的性質 例如送外賣 會不會是一些不適合特朗生做的事 沒有集中的所謂 不會 為甚麼呢? 那你找職務 當然是找一些你懂得做的事 對 不然是補習的 是 其實我所知呢 我不知道Eric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裡的大學生 或者專心的大學生 課學怎樣的生活 你知不知道 例如剛才他說的專職 除了 對 首先不同 我們讀書時期 我們都知道 因為術科 即是做廚房那些 就搬一些人 就回家 就去餐廳 去做廚房 在廚房做事 即是一邊實習 一邊實習 是啊 甚至已經是為了這些 所謂去讀書 所以他們已經在做事 是 那 Jacky 我想問問你 剛才你說你上課的時候 有些導師 簡直是緊張的 所以搞到你沒用心 你是人上課的班 都不知道 有些人好像說了 所以騙錢 但是我想問問你 Jacky 我自己有很多朋友 英文已經很好的 一些小朋友 一直在讀書 讀書上來 去到大陸裡面 都說聽英文有很大的困難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有些文章 他們說英文 還沒怎樣 是的 真是很難聽 對 因為是世界一人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專家我們回到大學 就要多些 請一些 國際教授 就是他們的文章 有些語言 那你又覺得 哪些人的語言 最難聽 或者你真的很難 很難知道他們想說 印度 印度 韓國也有 人家說印度 不是太難聽 我覺得比較難聽 對 中國 中國也有 我看到那些朋友 他們會用國際話 聽話 明白明白 明白 所以不難聽 因為你聽話不明白 OK 那就是說 是的 因為我自己兩個小孩 都在這裡長大 他們都說有些導師 嘩 你聽不到的講話 完全聽不到 就是 是很辛苦都聽到 對 那你現在 會不會到自己的學習 都會有什麼困難 少許 還是網上可以提到他 可以提到他 網上 有事 但都是他的聲音 對 很難聽 對 所以慢慢的 我們的Trader 其實都是不錯 Trader 就是那些作家 對 挺好 那又想問問你們 我還知道 現在 全世界很多Union 尤其是 華人都會越來越多 那 Jetting 自己的副學方 都是 華人 我們華人 就是中國人 大部分 大部分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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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有 8 7個 7個 但你那班大學 就是一個 class 一個class Depongstraw 30個 Depongstraw 你認識 30個 30個 哪個 好 我記得有一次最厲害 28個 嘩 最厲害 28個 嘩 有些中文學 中文學 那我又想問 雖然是華人 我們華人有很多 文貴景的 有講國語 有講國語 有根本就完全不懂中文 他的樣子是華人 那你那些同學仔的華人 主要是華人 主要是華人 一半一半 有些 international 那是 local 即是本地的多 還是海外的多 Local Local Local都是多 可能是MGINE 因為我知道 譬如有些讀account 很多 今天是國際 我每天那些資料 差不多 即是 所以如果另外一間叫 McQU 的話 即是進去講國語 是啊 講國語 即是 這裏 可能人都可以知道 原來這裏的大學 中國人 或者華人 是哪裏的大學 那我又想問你 Jacky 如果你想講國語 即是上課 上課就照上課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經驗 想和我們分享 你上課 譬如說 導師的英文 有時都難以掌握 或者有些 即是 你很難明白 你很難溝通 那上課 有什麼想和我們分享呢 那能夠難溝通 我通常都是 問一些朋友 你們要說什麼 對 就是問一些朋友 因為他們 他們說話 差不多是 所以他們 比較容易明白 他們說什麼 明白 還有沒有其他 在課堂上 想和我們的聽眾分享 學習的心育 學習的心育 就是 沒有 就是 檢查什麼時候 考試 整個時間 計劃自己的研究 等等 那你是不是要實習的呢 你這課 我看到了 什麼時候實習 多少年班 多少年班 你現在三年班 你是第一年班的畢業 第一年畢業 因為這裡有三年 四年 五年 有一個科學 哦 科學是四年 四年 那你什麼時候要實習 開始 八年 即是你一年班開始 要實習 還是二年班 或者二年班 下學期才實習 每一年都有實習 實習 即是 one experience 哦 第三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即是你今年都有實習 是的 那你去哪些地方實習 我去香港 在香港 各位可以知道 因為他們很有趣 很多人實習 是會去海外 那為什麼你要去海外 即是去香港實習 又不在我們本地實習呢 對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裡 給人工 一定有公民 是 是 是 60%的 是 所以他請到你去 都是要找一些很高分的 一些 學生 大陸人的學生 他請 如果在香港找 就有些人 因為我們的假期都不同 我們的假期是 夏季 是廣大一點的 六月才是廣大一點的 所以我們在那裡找 委員會 沒有香港的技術 那你怎樣找海外 有些實習公司 即是請你 我也是 找澳洲公司 但是香港沒有辦公室 因為那些大陸人 都是用英文來 工作的 那我想問你 譬如說 如果你不去香港 實習 香港是你自己選的 是的 有沒有因為你是中國人 你懂廣東話 所以香港公司 都想要你 去港英實習 也是 因為你懂得港英版 有時候中英版 那有沒有同學 其實去其他地方實習的 都是去他們自己的國家 去原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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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其實每一個科目 例如對眼 其實華形眼眼的構造 可能和西人眼眼的構造 不同 所以我們的實習地區 他就選了去中國的重慶 其實都是很特別的 我們這裡的大學生 他們選擇的學習 或者實習的地方 可能會有廣播 我又想問一下你 Jeky 你們平時就上學 例如你所說的 上課或實習 然後就有時會實習 學完又兼職 你不要看我 也不會 不會 不會? 很多事情要做 就是 頭三個禮拜 就很自由 然後他們的課程 就會選擇 一起 對 你現在學完事 應該 剛剛學完 剛剛學完 因為我的女兒都在學完事 今天她本來會離開 考試也很辛苦 所以就不可以 又想問問你 Jeky 你們課語 有沒有一些大學同學會 或者一些國外們跟她一起參與 有些 你參與了什麼? 我參與了什麼? 我覺得很少 因為第一次 就參與了台灣的社會 台灣的社會 你不知道什麼 就是 台灣的人 很大人 全都是台灣人 我有台灣人 去介紹一下 都是出來 吃東西 都是社會 社會 你有沒有參加過 比如中間 或者政治 或者任何一些社團 在大學裡面的 這些組織? 不是 是 你可以告訴我們的朋友 其實 這裡的大學生 多不多參與這些 在學校裡面的 團體的活動? 多 比如有什麼團體 是 有些 聖靖的 有些 聖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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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 中國的聖靖的 中國的 基督教會 等等 他們經常都會 聘請 多一些人 除了中國的 例如本地的 教士 有些 舞蹈 有些 政治的裏面 政治都沒有 自由黨和公黨 有 有一些Promotion 但我沒有怎麼留 你有沒有參與 沒有 因為我的女兒也是參與自由黨的 她也是比較喜歡參與這個政治組織 一點點參與 又想問問你 除了外語活動 這裡的大學生會不會有很多住宿 那時候沒有國際上很多 Eric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香港有些大學 譬如中文大學 現在有一個原則 希望做到四年一宿 即是在四年內 至少有一年一宿舍 即使你住在學校旁邊也有 因為以往就不是這樣 以往就很遠 很遠的那些學校 由一年班也住到四年班 有些是永遠都可以入 但希望王家就能夠有四年一宿 但我們聽Jacky說 其實我們本地的大學生 其實我都沒有見過他們住宿舍 你有見過嗎 我有 那個小小的 很少了吧 不知道為什麼很少 但是真的少 我自己的朋友 那些小朋友 差不多報告到大學 真的沒有見過 因為他們都是 為什麼不住呢 知道嗎 不知道 可能很貴 就是三百多元一星期 三百多元是最寂寂的 沒有計算的 所有人都沒有計算的 三百多元一星期 沒有計算食 沒有計算所有的 所以我們本地的小朋友 我所知的 全都都是很乖的 或者是開車 或者是搭空和家庭 是單行的 很少是住宿舍的 好像是來自國際不同地區的學生 他們都不一定住宿舍 你可不可以想他們怎樣居住 都是在那些附近的附近 附近的地區 租房間 和朋友租房間 共同租房間 有些是房間 有些是單位 你有沒有聽說過 尤其是市區居住得很迫很誇張 你又說了 我想說有一間家 他們找一些房間 房間很大 一進去就不能用床 你住的房間 有沒有四邊廚房間 四邊廚房沒有廚房 那是甚麼單位 因為他們基本上不會有一間這樣的房間 我不是普通的廚房 即是他們自己選出來的 或者是屋主是選給他們 專門等收錢 對 租借了二百元個星期 對 二百元個星期 大家想想 二百元個星期 只是床褥這麼大的一間房間 那他可不可以做一個奔墊 即是上床 他沒有奔墊 他沒有奔墊 即是他就想把一張床放在地上睡 當然 不是一張床 當然是一張床 一張床 一張床 有沒有旁邊可以有一個書桌位 或者是書架 或者是很小的位置 一張床是這樣的 那書桌就是這邊 對 剛好有書桌 對 然後就一條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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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不可以再放電視 音樂等等 都不夠 都不夠 對 對 那我朋友一定可以做得到 那又想問一下你 Eric有什麼想跟我們聊一下 你跟我們聊一下 你那集收工 你自己讀書的時候住的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我家人在這裡 我們家人在這裡 和你一起住 那些樓 對 那些朋友都是住在分座房 那些環境都很愛 環境很愛 環境很愛 就是 不至於心碎那些情況 但都已經很差了 真的 比剛才Jacky說的更差 就是只有床位 對 尤其是人家以為澳洲 又不大 其實有 其實有本來都是 不過很多留學生 其實他們的心目都很尷尬 其實他們覺得那些東西 非常小怪 對 對 那Jacky有沒有東西可以再跟我們分享 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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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今天說的更多 非常感謝 多謝Aris 多謝Jacky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